触桥传 千情悔过 传皇上圣谕 公主袁淳偷盗兵符 罪本当诸 念其年幼无知 饶其死罪 终生不得踏出宫门一步 其兄袁松 封燕北王 即日起领兵前往燕北 平定燕北乱党 已将功补过 听说你要随袁松皇子 赴燕北戍边 此行 我并非为了儿女死忌 去吧 命行讳案 留侠非杀 滅而此去 将有劫难 启禀殿下 汉子刚刚回报 大魏十三皇子元宗 已在美陵关外驻扎 并且他称自己是燕北王 去选几个身手好的兄弟 今天晚上跟我出城 什么意思 杀死你 惊奇之上仰望的人 会看透风尘 在这善恶彼覆的城 我与你共存 我与你共存 欲望将心抹去冷脚 嘲笑问情存不声长 我偏要坐着月火烧 不尽有两排未央 站在巨浪的重新风势 我思想欲是催马 换起灯烈 开头遥望 开头遥望那些回不去的时光 眼前的火炬在祭荡 天越来越黑 路越来越长 我知道人心不能摇晃 不敢乱世未亡 比只学徒狼 才有希望 长城润滑油 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 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 长城润滑油 航天级润滑保护在你身边 走 走 像你这种无趣的人 若不是我来陪你 恐怕不会再有人 找你下棋了吧 有些人 总是不情自来 所以 我也不觉得无趣 几年不见 你的棋意大涨了吗 很有进步 自从腿伤之后 别的什么也干不了 除了扶扶琴 也就只能看看书下下棋了 所以棋意 进步得还算可以 那像你啊 纵横江湖 搅动风云 怪异得很啊 别把自己说得跟清修隐世一样 你出钱买命 操纵他人生死 民纵江湖 不比我差 我只是一些小本买卖 尚不得牌面 哪像你做的是天下的生命 那是你志不在子 我只是追求人生的一点小屁好而已 不像你 你追寻风雨令多年 这一天怀的可是鸿湖之志 说来可笑 世人皆想 将风云令收入囊中 熟不知风云令 实是寒冰爵大成 在身体上形成的彼岸花 我又如何能得 对了 听闻 洛河之女尚随于世 若是 他知晓当年是你害了他母亲 你猜会对你怎么样呢 你这次来 就这么关心我的安危啊 我想 我船上角角落落的东西 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说吧 看上什么了 咱们同门师兄弟一场 我来关心一下你有什么奇怪吗 咱俩什么时候走得那么近啊 我可是从来都觉得 你是盼着我赶紧死的那个人啊 严重了 严重了 我一直觉得 咱们俩才是同路人 我可以告诉你洛河之女的下落 但是我希望你 助我点燃烟北战火 以图我做君之梦 赵矿怎么样了 公子 我看赵矿都已经被吓破胆了 大千天晚上 他已经上书给皇上 说自己得了绝症 需要回经就医 请求皇上把关爱交给豫王殿下 暂时先回去 然后还没等皇上同意 自己带着精兵 就回长安城了 月九的药太阴毒了 再加上你们这么吓他 他肯定是认为自己得了绝症 我学的是医术 是往生营的药印损 跟我可没有关系 好了 手药的任务是要操练兵马 修复城防 梅林关经过上次移议 挥损严重 我已经传令了 从明天开始 先把城墙给修好了 交给你了 月七 我给你安排的事 办得怎么样了 咱们来阴北之前 我已经联系了北方的谍者 现在 已经在洪川城准备行动了 何人带头 赶紧的麻利点 抓人赶紧走 将军 你别多搬空啊 给我留两袋啊 那我以后怎么做生意啊 陈老板 洪川城最大的粮库就是你家 我不搬你家都搬谁了呀 将军 这打仗虽然要紧 那我家也得活呀 是不是 你 你都搬了 我怎么活呀 不是 陈老板 这话就不对了 搞得我不还你的一样 等仗打完了 我们就还给你 而且呢 到时候 我再请殿下嘉奖你 不过说实在了 现在战事比较紧张 这一点粮草恐怕不够 能不能想个办法 再凑一凑 教训 我就都让你搬空了 我没办法 这田里的麦子才八分熟 你总不能让我 把八分熟都给赶了吧 八分熟 都装好了吗 装好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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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干什么呢 走 站住 干什么呢 我奉阿京将军的舰令 出城催俩 来 来 这个 多谢啊 多谢啊 不知公子有何交代啊 看吧 都在上面了 好 我明白了 不知姑娘如何称呼啊 蒙峰 蒙峰姑娘 明天一早 我会在城门口等你 别误事儿 不知姑娘如何称呼啊 小姐 赵峰姑娘 放心 到着 快点 小心快走 小心小心小心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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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干什么呢 不能进 站住 干什么呢 关大哥 我们是来送粮草的 粮草 今天没有接到粮草的批文哪 有批文吗 批文不在我的身上 但我们确实是奉命来送粮草的 我说不能进 没有批文很可能是奸细 批文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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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大哥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昨天刚从这儿出现 这 军队着急要粮 这晚了我们也耽耽不起啊 批文 批文 这 军队着急要粮草的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 谢谢关大哥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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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 快点 就快点啊 跟上跟上 可以啊 快点啊 就是这师傅 在这儿团团呢 好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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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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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大人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给军队送粮的 对了大人 这个是阿京将军的批文 他们呢 他们是郊区的农民 也是帮我送粮的 车上是什么 回大人 是稻谷 打开看看 诺 好 辛苦了 你们走吧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走了 走 驾 驾 快点 快动作快点 动作快点 快点 来 快点 动作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来啊 动作快点快点 快点啊 动作快点 蒙峰啊 这天要黑了 城门也要关了 我看你们今晚啊 也都别走了 在店里住一晚吧 谢谢陈老板 出门前我爹跟我说了 到这儿一切听你安排 客气了 走吧 走 这洪川城的粮仓 一共分两处 一处是军营的 一处是官府的 但据我所知 官家的粮仓 现在十有八九 都已经搬到军中了 而且这老百姓 也是每人每户 限量够粮 烟熟此业 显然是做好了开战的准备 这个地方就是军中的粮仓 不错 这里守卫极起森严 三班轮换 如果想放火烧粮仓 太难了 不过我有个想法 明日趁着给军队送粮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这样 把这些所有的东西 不用这么麻烦 你把守卫换班的详细时间 告诉我 今晚我就带人突袭过去 你们 嗯 不行 这太鲁莽了 你们会没命的 我们做的 本来就是卖命的买卖 那也不行 蝶指天眼在洪川城的一切行动 是由我负责的 你们既然进城了 就得听我的 就是因为你做不了 公子才派我来的 你 谁 老百 是我 来 来了一封密函 嗯 你想好了没有 你要是想好了 就赶紧把时间告诉我 不行 你们今晚不能醒我 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我也不是在跟你商量 自己看 今天南方会来老板 到军队送粮 连夜运进仓库 全都是人 你们怎么动手 快点快点 慢点去 好 好 快点 快点 快快点 快游 快点 他们来了 快快点 去哪儿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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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早安 詹老闆 阿京將軍 這次多謝詹老闆了 劫我們燕北與燃眉之急 我家殿下特意嘱咐 一定要向詹老闆表達謝意 我是個生意人 和誰做生意那都是多 您能聽見他們說話嗎 孟姑娘 聽不清 詹老闆 您過千了 您何止是商將 您是大豪傑 阿京佩服 多謝阿京將軍誇獎 對了 張老闆 聽說您有腿疾嚴重嗎 這燕北的天氣寒冷 可有不便 十多年了 時冷時熱 都沒有關係 對了 阿京將軍 我拜託你 想要和燕王殿下 見上一面的要求 你幫我轉達了嗎 當然有 只不過 殿下這段時間 去巡視藍城了 恐怕得有上一段時間 當然 我會派人去催促的 好 那就有勞了 張老闆 遠道而來路途勞累 先到驛館休息吧 嗯 來 走 已經查清楚了 此人是南方曹幫的大當家 大梁人 經常往來大梁與大衛的邊境 在咸陽城有產業 身家豐厚啊 燕巡若得此人幫助 必定如虎天意 咱們不能做事不管了 是嗎 那 你們想怎麼樣 殺了他 我不同意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但是直覺告訴我 這個人很危險 直覺 這件事我會告訴公子的 具體怎麼做 由公子來定度 我們還是先把正事辦了吧 燕巡不是有量了嗎 咱們就一把火把它燒了 以後 你不能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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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张老板 久仰大名了 南北操帮的大当家 感谢您为燕北解决这燃眉之急 我代表燕北的将士和燕北王感谢您 将军实在是过奖了 张某也是 当年和老侯爷有一面之缘 且尽微薄之力 只是这次殿下徽兵直指长安 一路势如破竹 却突然回军 甚是可惜呀 可是粮草不足 都是为了一个女人 女人 还真是像老侯爷呀 老侯爷年轻时 曾与当今皇帝争夺白生夫人 最终报得美人归 成就了一段佳话 可惜 一段佳话 断送了老侯爷的性命 世子的家伙 错失了为燕北报仇的大好时机 世子年轻 为情所累也是正常 义务军机也算正常 占某多言了 还请将军见谅 等殿下回来我亲自先去 为您引荐 多谢将军的好意 只是 这一次就算了吧 明天一早 我就要离开洪川城了 如此着急 有一点私事 好 那我就不留您了 等您下次前来 我再好好款待 多谢将军 来人哪 把东西拿来 将军 不成敬意 还请笑呢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哦 flavor 对 飘 只 足 敬意 照 终 终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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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吧 你一免先去准备吧 诺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谢谢诸位啊 谢谢 谢谢 谢谢诸位 老板 来个包子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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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应使吧 说不出 说不出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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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 让他 说 说 把应使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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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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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接着他 打到他招为之 嘴巴硬啊 你 你 说 说不出 说 说 让你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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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他们如此狡猾 既然你知道 为何不当场劫伐呢 因为 既然如此 为何不把他们一锅端了呢 一锅端了 把右耳放出去吧 好 我马上去 好 我马上去 公子 我等已顺利进城 今夜害事点火 公子无念 一切顺利就好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出去接应 慢 此信有诈 即刻通知 全军撤退 诺 处理 撤 走 撤 放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楚姑娘破坏了宇文月的蝶者行动 将之连根拔起还保住了粮仓 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 真是让人开心的事情 不过话说回来 宇文月确实形势诡秘 不止谍者也不留痕迹 幸亏楚姑娘是她亲手调教的 熟悉她的形势方式 明白她的意图 而且顺水推舟将之破坏 我就是在一旁观看 也甚是觉得你到底想说什么 好吧 我是说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废话连篇 就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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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 公子 蒙风的伤已无大碍 安心静养几天 应该就好了 公子 多怪叶起愚钝 竟没有发现有诈 差点酿成大祸 不过公子 你是怎么识破陷阱的 你好好看看这个孩子 当初我叫他写字的时候 致使他养成了一个坏毛妹 我没有及时纠正他 因为他并不知道 多亏了这个孩子 让我知道 这封信是假的 怎么回事 回 大人的话 小 小的 小的不知道啊 小的一进来 就被那些人放给大云了 小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大人 是不是 有内奸放走了他们 是不是一个女人打约你们的 大人 大人饶命 大人 大人饶命啊 饶命啊 大人 大人 大人您看 这些锁链完毫无损 根本就是有人用钥匙打开的 小 小的根本就没有啊 大人 大人饶命啊 大人说得对 是 是内奸 是内奸放他们走的 大人饶命啊 大人饶命啊 许是这大漠黄沙的远度 燕北的天 就算晴 也时常雾蒙蒙的 但下雨天就很好 不似大卫那般绵密 反透着干练清爽 只可惜这雨天太少了 对了 陈老板那边怎么样了 回公子 已经派人送他们回后方的安稳之地了 据陈老板描述 放他们的人蒙着面 看身形是个男人 又十分熟悉洪川城内的状况 会是什么人呢 从长安那边传来消息 大魏皇帝病重 无力掌控朝局 现在朝中大小事务 均由七皇子元澈把控 若真如此 百姓们或许能早些过上太平日子 这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啊 殿下您说呢 我早就立誓要血洗长安 亲自拿下他卫帝的狗头 来挤我燕北的亡灵 怎么能让他死得这么轻巧 殿下您说得极是 必须要首刃仇敌 才得以告慰我燕北之在天英灵 这老皇帝算是完蛋了 那新皇帝照样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七皇子元澈做事稳重 懂得顾全大局 是不是威胁还有待商权 这么说 羽姑娘你跟这位七皇子有交腔 承渊 你这话什么意思 若不是什么私交顺赌的朋友 你怎么会知道他不是威胁 承渊 不管是谁上位 这一仗都避免不了 传令下去 加紧备战 征兵屯粮 遵命 还望殿下三思 战时再起 不知道又有多少家庭 妻离子散 燕北刚刚稳定 经不起下一场战争了 早说过 你们女人带兵打仗就是靠不住 燕北和大魏早已势不了力 如若是这样心存侥幸 燕北的千里卧野早晚被他们铁骑踏平 女人带兵打仗这个事 你应该最清楚了吧 程将军 说话 最好不要太过分 过分吗 你也是带兵打仗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 我们燕北现在的情况 如今我们外有强敌内有隐患 今天能有人敢把我们大魏的间谍放走 明天就很有可能有人要行刺殿下 什么意思 回殿下 烧粮仓的那帮人逃走了 但奇怪的是 牢内所有带索的刑具都没有被损坏的痕迹 也就是说有人用钥匙放走他们 我觉得这个内奸就在我们中间 我想这个事情 楚大人应该最清楚了吧 程将军 那照你的意思 我们楚大人有嫌疑是吗 是啊 程渊 不管怎么样也不能怀疑楚大人吧 是不是楚大人大家心里清楚 殿下此事事关重的 逗了 你们都别再插手这件事了 都下去吧 诺诺 等我 好 你来干什么 阿楚 阿楚 我只想问一下 烧粮仓的那帮人 是不是你放走的 你不相信我是吗 你若说不是 我就相信 好 那我告诉你 不是 好 燕穴 燕穴 燕北的百姓 对你的归来翘首以待 我们就是用战争的方式 来回报他们吗 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而真正的和平 都是要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获得 是吗 是吗 公主 公主 他便是赵劫瑜的孩子 前阵子赵劫瑜突发怪病 不到一炷香就死了 就剩下这孩子了 果然是人走茶凉 赵劫瑜死了 这孩子就没了娘 也是可怜 小皇子一个人在这儿 你说也没个太监宫女陪着 宫里的那些娘娘们 每一个都是私心至极 再说了 又不是他们的亲生孩子 怎么会挂机呢 郑主都没了 那些底下的人 自然就不在意 旅行 归宫女陪着 她是不在的 也不在意 哦 当然啦 以后 我可以每天都陪你玩 开不开心呀 开心 那我们现在就来玩吧 好 那我踢了 杨儿 不是 杨儿 这是谁啊 黄姐 你确定是黄姐吗 确定 真的吗 真的 那你看看 你看看是不是 是吗 黄姐输了 黄姐输了 好 黄姐认输 那你说 你想让黄姐做什么 黄姐都答应 明天陪我去放花的哦 这么简单呀 没问题 黄姐都依你 来 公主 来 公主 王大监来了 传 诺 来 王公公 你怎么一下就认出来了呀 摸手指就可以了 这么厉害呀 公主 皇上请袁阳皇子到兰淑仪的宫里用午膳 好 不过王大监 刚才我在陪杨儿玩耍 一不小心弄脏了手 我先去陪她洗漱一下 诺 走 来 来 来 杨儿啊 千万不要乱吃别人给的东西 你还记得黄姐那个小白兔吗 她就是乱吃别人给的东西 后来就死掉了 好 我不喝 我不想变成小兔子 什么小兔子呀 静瞎说 来 多喝点汤 我不要变成小兔子 我不要变成小兔子 好好好 我不变成小兔子 我不变成小兔子 好好好 岳公子亲戚 近来长安局势风云变换 你曾劝我多为王位打算 恐怕 未能成事 父皇的身体 一日不如一日 最近似乎 又依福利年幼的元阳为继承人 依此避免夺权危险 元淳显然也洞悉了这一关键点 故意接近元阳 并从中作梗 令蓝淑仪与元阳关系恶劣 父皇 不得不将元阳 暂时交由元淳抚养 王大军 来人 蓝儿 给朕端药 这要喝药 我母妃死了 我母妃死了 兄长走了 爱我的人也离我而去 我在乎的人一个一个都消失了 现在只剩下我宫身一人 你可知道 我夜夜噩梦缠身 生不如死 乖 两药苦口 喝了就休息吧 夜风吹乱月光 生如烛房 心有掩藏 谁忍下我悲态 谁忍下我悲态 被命运折断了 被命运折断了 翅膀 过不能之后 老友 尝尝 你可爱你 你归宫下 灵 我 那 他 这呼吸湿热 这心跳时光 一点一点酝酿 一生一世的较量 我眼中光滩 点燃着希望 无能够想象 我愿人清醒 眼中思考 灯火烟 世界冰霜 只要命运知道我所想 这路永远又怎样 我要满天心 眼在滚烫 烧出天边你的光 与我重生 甜蜜蜜繁芳 彼岸在身旁 他笑出天边你的光 彼岸在身旁 彼岸在身旁 做什么事 带你来看 带你来看